全马首创 欢迎大家来到榴莲台的佛山论见 今天我们还是有金发国民以及政威 大家来聊一聊政治与佛教 上一季我们就大约谈到一些身属浮动 出家人以及在家人的身份上的问题 以及领导上的问题 以及一些动作上对一些实施的介入 的正当性的看法 好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们先请金发来发表一下他的意见吧 我觉得我对佛教不熟 但是我比如说一些宗教上 在基督教在伊斯兰教 他们的这个神智人员 很多时候是代表社会的良心 那他觉得说这个他们需要出来讲话 好像我们今天很怕伊斯兰的这个宗教师 我们觉得他们代表这个社会保守的力量 但是在伊斯兰历史上 宗教是很多时候是站在这个弱势群众 对权力说话的人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到崇高的地位 那当然在基督教里面 教会有很多腐烂的例子 但是你到后期 比如说我们到60年代的时候 我们看到解放神学 那这个基督教的这些神智人员会在前线 尽管牺牲他们都不怕 那我觉得灌束下来 就是这个扩散下来 你看到有时候我们体现到一些很具体的情形 比如说我以前 我交通犯规几次被警察拦下来 那他们就暗示我给这个钱 私下解决 我跟他说 然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多数都是 You Christian啊? 没有人 我身上没有任何宗教的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人猜我 You Buddhist啊? 没有人猜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很关键就是 基督教给人家一种感觉说 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会至善固执 他们会坚持原子 但是在佛教徒上可能原容压倒一切 我们常常看不到那个情形 你说外源内方 我们常常就感觉到那个外源很大 但是你怎么压下去都好像找不到那个内方 所以 但是我是外人 所以我只是这样提出这个观察 其实这三固执 在我们佛教界里边 也是很流行的一个口头调 其实很多法师 都就劝导我们 教导我们 的确确应该要折善固执的 我们对一些善法 的确要有个本身的坚持的立场 最低限要有条底线 不可以超越的 可是有些人就太过随眼了 问题就在那边 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啊 就给不是佛教徒的人 一种错误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可能分别在 他具体点说 我觉得说要自善固执 在自我的行为上很容易自善固执 这个就像以前中国团说 圣读 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不做 这个很容易 我觉得比较难的东西上是 你跟人互动的时候 怎么做 第一个是说 这个 另一方可能是掌握权势的人 那你刚好站在佛教这一边 你可能是领袖 那你敢不敢讲话 你作为宗教士群的领袖 你作为知识分子 你敢不敢讲话 第二个问题上是说 那比如说 士群内部有不公不义的事 你敢不敢讲话 比如说你其他 你其他同教做了坏事 你敢不敢讲话 还是你觉得说 这些inconvenient fact 我要避开它 因为我并不想让其他信众 大家同道 这个尴尬 这让我想起一个 我相当尊重的一个 佛教界的领袖 就是达兰嘛 对外来说 他敢 他真的是想 那些霸权 比如说中共的打压 很勇敢的说不 对于内部来说 他在一些西方的佛教的一些公开论坛 他也说 如果我们佛教的老师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包括性的情骸 一些丑闻 你要公开 信徒要勇敢的讲出话 我觉得这个达兰嘛 是我一个很崇拜的一个人 就是他身体力行 而且他做到那个内外 像你说的外员那一方 他的压力比其实很多人都大 但是他学压非常好 他的脑波学压正常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他会实践到说 这可以给我们社运的 搞社运的人一些 一个典范 一个参考 就是你外面你可以积极的去忙 去做一些积极的东西 入室的东西 政治的工作 但是里面你要很平稳的 你要很慈悲 他是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一个典范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他是泰国反军政府运动的一个领袖 也是Ainem的一个创办人跟领导人 我觉得他敢 我记得在清迈开佛教论坛会一的时候 他敢在很多出家人面前 讲出家人的东西 然后王得罪皇室 他也很敢讲话 他现在就是有个罪 差不多要入狱了 对 苏拉这样的人物 在马来西亚 应该是没有了 就这样刚才 刚才金发说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我觉得 真的是很佛系 太佛系了 对不对 就是你说 其方说 站出来说 不公不义站出来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说很 很积极 很寂静的去争取的话 我发现到应该是 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说完全 默不作声也不至于 至少会有一些 一些声音 一些比较尽量 延容一些的说法 就好像我们看 这个《真亚寒经》 有人说 这个佛陀讲到 这个国王的 十德跟十二的时候 他其实也在建中 也是穿插着 比丘的十三跟十二 有人说 那也是一个 严重的说法 因为当时 他可能也是 针对当时的国王 当时的国王 不像现在的国王 当时的国王 是有圣赦大权的 虽然你是佛陀 也未必 又必能够信任 所以有人说 他也是一种 很严重的做法 把他对比丘的 那个十三十二 跟十二 跟国王十二 参在一起讲 混在一起讲 可能也是一种原理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情况 在佛教情况 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就是说 虽然很多不公布的事情 我们会展出来 但是会比较 用一种比较圆融的 一种比较能够接受的 听的人也能够 就是说 你要讲的 你要敬见那个人 他也能够觉得 可以听到的 那是对外部的 然后对内部的 也是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对内部的那种 那种更难 就像你们的 这个佛禅论件 我觉得 要谈一些内部的课题 可能会面对 更大的反弹 会吗 其实有时候 你要 最好像 付佛外道来讲 你要讲付佛外道 其实你更加 能够自由自由在讲 但是你要回到 谈佛教内部本身的 一些不当的行为 或者是一个 一个附加人 不当的行为 你可能面对 更大的压力 更大的反弹 你造口业了 你出家人 不应该讲 出家人的话了 坏话了之类的 都会有这种情况 出现的 是的 的确有 所以这方面 各方面 我们都是要考量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 比较严容的 但是严容并不代表 我们就随便 而且完全把它 好像在扫在地毯之下 完全不去处理 我认为那是 不大好的方法了 所以事情 还是要去面对它的 你还是要去谈的 还是要把它解决的 不然的话 问题会越来越化 所以在我们佛教界里边 我就认为 所以一些 问题我们是要谈 只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谈 用什么语言去谈 用什么技巧去谈 这个我认为是好的 只是有时候 我们太过严容的时候 给人家一种印象 以为是太过懦弱 而且不敢出声 那种印象 我们今天要避免 不然的话 人家就瞧不起我们佛教徒 太过佛系了 我们就以后没有立场 那样就不好了 我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不是谈 罗兴亚人的事情 我们觉得 我会面对你参加了 我们做那个 应该是南法 也就过来 那我去面对一种 我们内部要做一些 我们再做一些讨论 那我们就 有很多的电话打来说 我们不应该办这个 这个讲座 这个交流会 因为 罗兴亚人他们 他虽然不明说 很多所谓的佛教徒 他们说 这他们应该 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是宗教极端分子 他们应该被赶出去了 应该被杀了 没有明说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是 真的是面对很多的压力 当我们做一些东西 做一些内部的反思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是 你怎么 自己人 先管好我们自己人 你们怎么可以骂自己人 会有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 掉掉 我是觉得 不管是 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或者是广泛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们都会有这种 以那种 种族或者宗教徒的身份 去看问题 是 因为我是这个教徒 所以我就不能够批评 我这个宗教徒 对对对 他们会从种 跳不出来 跳不出来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 本位主义 很大的 本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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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实这个 这个 放出四海 就接准了 因为人本来就很容易 倾向于说 你 你 帮 帮亲不帮你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关键上是 如果 这个族群 民族 国家 都让我们 变得很多时候 就是 偏制 去 负短 那么宗教 是不是也要 赶上 这个潮流 是不是要 跟着走这条路 因为你问到最后是说 当你负短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其实就是帮派 对不对 帮派就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人 对不对 都是我们要维富的 你怎么可以碰我的人 对不对 对方 错不错都好 都是要打 都要打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宗教变成帮派 那么 这个上帝 佛祖 不是变成帮派老大 对不对 我觉得那是 那是 那是 赌卸 因为 因为宗教本来是应该超越我们 超越 无名 超越我们 一番终生的 这种执着 但是如果你 陷入进去 你用宗教的 这个 这个 神威 去更强化这种行为的话 那不是更大的独卸 而且我们会以这个种种的佛教的道理 佛理 名词来 合理化一些行为 然后所谓的自身的圆融 那其实这种圆融 创造更多的对立嘛 你跟我 他者跟 我者之方的这个对立跟不同 然后分出种种的标签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是好 你是坏的 这个反而 这种圆融 反而我觉得是太过 烂圆融了 我觉得 没有 变成一种没有立场 立场的 和悉你 对 随便就这样 这位秀刚才你填到 罗兴亚事件 我其实常常在想 因为 你有几个方法去看 罗兴亚事件 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选边站 你站在 佛教徒 伊斯兰 穆斯林这边 还是站在 佛教徒这边 然后你去看 去追究谁的恩怨比较深 其实就是供业 对不对 你就看你追回到 十九世纪 还是十八世纪 还是什么时候 你就确定谁对错 但我觉得 佛教有一个故事 让我印象很深刻 佛陀讲说 如果有人中了箭 你是去慢慢研究 这个箭怎么样做成的 还是把箭拔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想说 如果是佛陀活在 今天的缅甸 佛陀会做什么 如果佛陀今天 在今天这个世界 但是不在缅甸 比如说他在马来西亚 他会对罗兴亚人做什么 我希望能看了一本书 那个书名叫 佛陀会做什么 各种 我希望会有这样的一本书 应该有了 应该是有了 比如说约会 如果你跟女生约会的话 佛陀怎么样约会的 佛陀怎么样开会的 佛陀怎么样谈节目的 我觉得把那个佛陀的东西 放进去那个情景当中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是觉得很简单 因为佛教本来就是说 以佛为师 所以你就问说 师父会做什么 对对 然后就是不用说 等别人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你就当下知道 这个不就回答 刚才我们之前谈的问题 你说这边的佛教徒觉得说 他要他的导师来帮忙 来指导 对不对 但是最大的导师是佛陀 对不对 所以你一传 佛陀就到了 对对对 因为佛陀是无所不在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有一点 有一个危险性 就是说 当我们在想说 佛陀会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想出来的 我们没有佛陀的智慧 很多时候就陷入变成说 你把佛陀当成挡箭牌 要理化 要理化 你要做的东西 他危险性 不过我想提醒 张密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 你要变得慈悲一点 你就观想什么 你观想你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变得有智慧 你就观想 你自己是文殊师弟菩萨 你直接把那个结果 带来目前的情景当中 然后你活出那个情景 这个当然是修法的东西 我觉得放在 放在这个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用的 你就把你那个 你要的结果 直接放在你里面 然后活出来 manifest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不只是修行的技巧 这个也可以在 很多的东西 世界的东西 包括自治上用到的 我记得 我忘了是哪一个美国总统 他说 有一个美国总统 说他每次出问题的时候 他就这想 光做林肯的想 如果林肯总统今天在 他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 其实有时候你说 借那个师傅 作为你的入门 你的那个entry point 然后你想说 我观想 怎么样做 当然 当然不一定会准 我们都在猜 避免说 我是佛陀 我可以做什么 那是要避免的一个危机 一个陷阱 对 是一个危险的 是一个陷阱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 当中 我们当中有一个佛教徒老师 那这是大选的时候 他是刚好那个被选中 作为这个选举的官员 KTM 那么上面有人跟他说 等一下有人冒充 有人进来的时候 不要问那么多 就是说有选民 有选民如果有什么东西 的时候不要问那么多 不要惹麻烦 或者说选完的时候 有人施压说 你的那个选票要改 那这个佛教徒老师 平常都不做坏事 他就是很好的人 但是他也不 与事无真的 那他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因为 我们谈具体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谈出来 不然谈原词 你是谈不到的 这可能很多老师 其实就是佛教徒 那这些老师 可能就会面对一个说 这样的一个挣扎 因为他有家人要考量 有什么 那他应该怎么做 我们讲说 墨以善消 而为之 然后选举犯罪的话 绝对不是善消 因为影响整个国家的 恶小 不以恶小 不以恶小为之 不以善消而不为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 不是小事 对不对 他影响深远 但是一半人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很刺激 这个就跟刚才你讲 那个故事 就是你那个交通罚款 罚款 其实是有点 是是 差不多一起同工了 我觉得佛教徒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可能 我觉得他们要站稳原子 站稳离子 我觉得不太容易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个人感觉 因为佛教 我们佛教有一个叫做方便法门 方便法门搞错了 方便法门 一定是善巧的 对对 你的动机 你要出发点 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对的确是 你不要滥用方便法门 对对对 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方便法门在马来西亚 已经被滥用了 被滥用了 被滥用了 很多人就是用这个为借口 为借口来合理化他的行为 合理化他的做东西 很不应该的 在那些大事大费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的 尤其是黑白 已经很清楚了 刚才讲 静凡你所给的那个例子 叫你改选票 一个眼开 一个眼闭 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 如果他也答应了 随波逐流的话 那个是太没有 太没有原则了 我觉得或许 因为比如说 你说基督教 一生教 他的东西很简单 我完全以神的意志 为我的行为的准则 那如果回到佛法 佛教的话 我们 很多的传承 很多的法门 变成说 我到底要以哪一个原则 跟藏必来说 这个好像可以 跟汉传这个好像不可以 跟汉传这个 很多的经典 很多的参考点 你懂吗 我不懂要 在那个时候 要拿出哪一个原则 来作为我的行事的准则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可能基督徒 他们就是好像跟你讲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上帝 就是根据上帝的旨意 就是了 但是佛教我们说 言取 我们说英国 然后说言取是很复杂的 英国是很复杂 他就会有想到很多东西 我做这个可能 英国是什么 想到来 可能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佛系就是这样子 真的很佛系 因为言取 每一个事情发生 都是很多因言的 我是其中一个因言的 可能就这样 实际到了就会成就 就随言 不过这个就拉回来 我觉得 我印象很深 是以前 那个 禅宗语的说法 他说 你开始的时候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你就想像说 我今天看的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然后 如果你有个望远镜 你再望下去 你看到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因为你 你望远镜 你就看到说 有树木 有草 有石头 什么等等 你如果用险维 进去看 水也不是水 对不对 但是 你最重的目的是 你要过这个阶段 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今天的问题 是不是说 佛教徒 其实卡在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 就是你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因为你说 所有东西 看完之后 我觉得他们卡 我觉得 不是他们 我们 我们卡在 第一个阶段 而且我们因为 第一个就是第三个 我们卡在 一些人 一些人 卡在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 他们以为 那个就是了 那个就是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之后的 第二个 第一个层次是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就是你很 你很 这个单纯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去问 然后第二个阶段 是你开始问了 你知道说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但是你困在 这个程度 你真正 过那一关的时候 你是见山又是山 见水又是水 我是觉得 大部分人 可能是停留在 第二个阶段 学佛国停留在 第二个阶段 那么他们 有一些人认为 他们已经过了 这段进入 第三个阶段 是 但是可能也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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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觉罢了 还是他们 可能还自己 还是停留在 这个 第二个阶段 我觉得先 如果你要解决问题 我们先必须要 意识到 我们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目前是 一般的 普罗大众 或者是 大多数 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问题 一个自觉性 不够的 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 要多谈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 我们对英国的 那个认识 不够 铁切 比如说你说 谈英语 是很scientific的 说法 很科学的 你知道说 东西没有 这么简单 直线 有很多东西 影响 但是没有科学家 说我 做过太多 试验之后 我觉得 其实科学 做来做什么呢 反正都这样复杂 我们没有看到 科学家 达到这样的 结论说 所有东西 是相对的 所以不要去 学算了 我觉得一方面 可能也是我们向来 在红法的时候 我们想强调的 这个勇猛精进 基本上都是在 求道方面的 用在自修方面 在自修方面 在求道 或者是在 红法方面的 比方说我们 我们每次讲的例子 就是比方说 这个 这个 先证法师 他经历那种苦难 要去求法 或者是我们谈到 这个 这个 建政 建政和尚 经历那么多苦难 要把佛法传出去 我们都是 在 在 谈到就是 这种中文经 都是在跟法 关系 在红法 就是说 跟世间法 跟世间 利他 利他的 就可能 比较 比较少 当然 也不是没有 在经典里 也有提到 佛多为了 救一个 救一只鸽子 把自己 舍身 舍身 也是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反而很少看到 就是说 有这样的 当然我们看到 实际做了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那是一种 福利世界 并没有 福利方面的 并没有达到那种 就是说 比方说 要去舍身的 要去 面对恶势力 去去救人的 我们就 比较少看到 不是这样讲说 佛教徒在 没有冲突的场域 做好事 勇猛进进 是很厉害的 但是一碰到 有冲突的场域的时候 那个例子 就比较难找了 对 我是觉得 其实是这样 很多可能 这佛教徒 他们都在避免 这个冲突 不避免 但是冲突是 世界的一部分 对 有些是 从教育上 也害怕冲突 也就是尽量避免 那种 产生对立的情况出现 然后我们 强调很多东西 水烟 放下 看破 这些这个东西 当你强调这种东西 太多的时候 过度的时候 比如说 适度当然是很好 应该要 看破 放下 然后水烟 但是过多的时候 你绝对变成 比较消极 比较没有 所以说 刚才有说 那个泰国 像泰国这个 这种人物 在买下 应该 没有看到有 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也可能会 会万件 会被万件 转转 刚才那个 达来拉玛的 的例子 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我刚才你讲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说 他很开心 他每天很大压力 但是他很开心 然后你说 信息分子可以学 我觉得是 我们 我们很多人 做很多东西的时候 都觉得说 你路漫漫 其修远西 任重道远 所以我们都很紧张 但是 你从刚才那个角度去看 就说 对啊 这世间所有东西 在我眼前的所有这些挑战 都是我们 供业或者别业 都是我们的业 我们都要去 去面对 对不对 去面对的时候 去勇猛精进 不代表 我不能够保持平静 是不是 不代表 我不能够开心 就是我可以接受眼前的苦 所以我可以自得其乐 我不需要觉得气馁 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态度 不管是不是宗教徒 都需要的 因为最容易的态度就是说 觉得全世界欠了你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都有理由 但是很多时候就想 我恐怕 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好很多 我比其他众生都好很多 那如果要埋怨的话 别人不是要埋怨更多 对不对 对我吃的那些动物 怎么要怎么讲 更无故 对 我觉得 不懂我忘记是谁 应该是 因为佛教大师讲话说 事情如果可以解决 你就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满墙分盖 事情如果没有解决 你担心也没有用 那何必来担心呢 我觉得这句话一听下 就哇 你立刻就平行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 反正我就不用做事情 不会 你反而会更具体 还是一个具体的 去解决 我要更具体的 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是 我觉得这是两面的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佛教徒 可能没有出现那种 很积极的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教育的 佛教徒一般上会教你说 不要自作 他这样讲的 虽然问题不能解决 你又何必自作 你何必看不下 虽然问题可以解决 你会解决到 又何必自作 当然 一些人会把这个看成 是很积极的 一些人会把他看成 是很负面的 所以他们变成 他变成很佛系 所以可能也是 因为这样的原因 产世的问题 对对 所以要在佛教里头 要采取这个平衡 你一方面 要保持心平气 保持内心的平静 一方面又要去 就是面对 恶势力的那种 积极勇猛的对抗 其实我觉得内心的 那个平衡 是很困难做到的 你如果没有 很强烈的修行 你很容易 就会被诚恒带走的 变成你失去了 你的修行 就像外 要不然 就是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说 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到 很少 很少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佛教徒 出来带领这种 这种情况 一个方式是把它看成 说平衡 你怎么样取始 另一个方式能不能够看成是说 这个目的跟手段 就是说在目的上 我们应该很清楚 你不需要 说不能够执着等等 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上 你的手段上 你可以原容 你可以平和 但是不应你的手段 影响你的追求 我觉得这点上 若你是在追求的角度上 放下的话 那你这样就不用做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后的 我必须说 放下跟放弃 其实是两回事来的 很多人刚才 你提到一些全智商的问题 放下放弃 不一样的 很多人就把它弄乱了 以为是放弃 随便跟随便 不一样的 就搞清楚 像洪翔前天讲的 他说 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事情 看透 但是不应该看破 就是你看清楚 发生什么事 但是不应该 因为这样子 everything goes 对不对 看破他什么都不过 对对对 就像我那天听 那个 我的 从他就这样 人家美 谈到事情 他说你要参与 忽然间 当下我就想到 林光也想试 他说就是 你要当局 因为一般人 当局 我自己想到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迷 所以我就想到说 其实 那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一般上 当局的时候 我们就迷 要清我们 就变成旁观者 对不对 但是你旁观者 清有什么用 你改变不了现实 你当局只迷 也没有用 因为你最后就困在里面 所以要当局不迷 当局不迷 我听到 有一个 有一个禅修的 一个口诀 他是说 be open to everything but attached to none 同一个时候 你向所有的 可能性开放 然后去采取 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又不执着 于那个 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美 平衡 很高的职位 所以 我们谈到这工业 我是希望说 我们工业 直到工业 只要怎样摆脱 这个宿命的情景 然后我觉得 应该有一个共愿 共同的愿力 然后共同的努力 然后达到共同的成就 所以5月9号 我们应该 积极投票 这个国家 我觉得要给国家 一个机会 其实因为你今天 如果我们都放弃的话 那这国家 就不可能往前走 特别是我们的 北传佛教 其实非常强调这个愿力 其实南传佛教 也很强调愿力 愿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是是 它真的是我们 往生说 最后一个 一个愿力 是很强大的 是是是 所以让我们希望 把大家愿力 串联起来 然后塑造一个 更美好的 更有希望的马来西亚 为了我们马来西亚 国家的未来 大家发愿吧 共同吹奋力量 谢谢大家今天出席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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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